美國港口和物資問題的應對之道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為炒遠幾時報》寫了近30年社論的 加州資深輿論作家約翰·塞勒 面對2021年秋季物資短缺、遙遙欲墜的供應系統 通貨膨脹、失業率飆升的情況 他想起與現在經歷很相似的1980年 Ronald Reagan當選總統時的氣氛 Ragan採取的辦法是利用自由市場收復經濟 塞勒說雖然沒有歷史時期提供確切的類比 但也有一些啟發性的相似之處 1. 散減政府監管條例 Ragan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減對能源工業的監管 具體來說,卡特總統對石油實行了一些管制 但1981年,結根終止了對石油的所有生產限制和價格控制 批評人士預測,這個會令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飛漲 但情況就正好相反,石油產量猛增,價格下跌 在天然氣問題上, Reagan做了很多演講 1983年2月26日,他向全國發表了一次偉大的講話 Ragan指出,有關天然氣的規定令價格保持較高的水平 並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 1985年,他叫國會刪減了更多監管 直到1989年,就是他卸任後的一年 美國政府完全取消了對石油價格的控制 今天,相似的做法應該是減少加州對航運業的大量監管 譬如,2020年8月,加州航空資源委員會 對航空業實施了大量的新法規 據CalMatters報導,根據航空資源委員會 今天一致通過的兩則規定 船泊和他車被要求在港口、高速公路和倉庫附近的社區 減少幾千噸的空氣污染 美國一些最強大的企業、石油公司、發動機製造商和港口公司 反對新規則 他們說遭受重創的經濟 無法經受著可能達到近70億美元的變化 航空委員會就這兩項規則舉行的聽證會 持續了8個多小時 幾十人表示支持或反對 將貨物從船運到卡車、到倉庫 佔加州經濟的近三分之一 但大約是他空氣污染的一半 大部分污染影響到港口、高速公路 和貨運通道附近的弱勢社區和有識人種社區 對弱勢社區和有識人種社區的所謂損害 現在經常被提出作為關閉工業的藉口 但我在20世紀60年代在密歇根州東南部長大 那個時候附近的工廠 好像大型的老日河發電廠 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噴出污染 我們都會被他焗傷 直到他在20世紀70年代被清理乾淨 但我的父母總是有另外的想法 當燕通停止無煙的時候 是他們經常使用的短語 這個始於1930年大蕭條時期 我的祖父輩失業了 對他們來說 煙通意味著工業和就業 底特律當時是西方的巴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他是民主制度的兵工廠 甚至工廠工人也享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 在加州那些因為航運業監管過度而失去工作的人 自然是那些住在港口附近的人 如果你削減了貨運 你就削減了工作的機會 2.減稅 除了贏得對蘇聯的冷戰 Reagan最值得紀念的是減稅 和領導經濟從滯脹中復甦 停滯不前再加上通貨膨脹 最高所得稅率 從卡特領導下的70%下降到1983年的50% 然後下降到1986年的28% 中產階級的同等利率被削減了 每個人都支付得更少 1983年經濟猛增7% 之後平均增長4% 直到布殊總統在1990年 愚蠢地提高了稅收 Reagan的減稅政策被錯誤地描述為 將人民口袋裡的錢用於消費和流通現金 實際上 減稅的主要目的是鼓勵投資 創造新的企業和就業機會 除非公眾能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 否則他們不會投資 而這樣一來 資本就會流向其他國家或其他更好的稅收環境 拜登今天做的剛剛好相反 他正與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談判 以大規模提高稅收 作為他們重建更好的廢物計劃的一部分 這個成本是3.5萬億美金 雖然可能減少2萬億美金 但仍然是一筆巨大的錢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不確定性 你知道你明年要交什麼稅嗎? 特別是如果你經營一家企業的話 企業需要確定性來規劃他們的未來 像拜登和佩洛西那樣 一輩子都是政府工作的政客 不知道經營盈利性企業有多難 如果你不盈利你就破產了 如果你的利潤率很窄 而更高的稅收和法規 將利潤率移到負殖區域 那你就破產了 Reagan式的減稅和法規簡化 將鼓勵創建新企業 而應對港口等問題 當然其中的一些問題 需要幾年時間才能緩解 不管怎樣 COVID-19疫情確實會引起問題 但就好像健康的人 比不健康的人 能更好戰勝疾病一樣 健康的稅收和規章制度環境 能增加供應系統在經濟衝擊中幸存的機會 雖然拜登任內 聯邦政府對商業的新一輪打擊 只有9個月的時間 但在加州 這種打擊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 我不需要重述我以前在英文大紀元的專欄文章 例如地方稅的增加 沉重打擊加州人 和加州企業撤退速度空前 聯邦為我們展示了40年前擺脫類似危機的途徑 他的解決方案將再次奏效 正如他所說 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10月13日 拜登總統採取了命令的方式 他命令洛杉磯和長灘港口 每天24小時營業 韓國裔的加州共和黨眾議員 撲銀珠回應說 我很高興政府終於在這個問題上採取行動 現在是時候批准我一個幾星期前要求的重大災難聲明 他還提出了法案禁止貨船在加州橙原海岸空轉或停泊 但他也是治標不治本 貨船會去哪裡? 這不是就令供應問題變得更加糟嗎? 本文由大紀元專欄作家John Siler贊文 今次的《紳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文字幕提供 請訂閱,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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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